农田水利署109年度推广神水管路灌溉计划开始受理申请 花莲地区目前最成功的案例 TJ农场在107年就申请相关的灌溉设施补助案件 并且获得农水署6万7千元的补助 由于农场主人具有电脑资讯科技背景 搭配科技的运用灌溉大大降低人事成本 台湾西部水情吃紧 农田水利署为了节水 每年度都会推广神水管路灌溉补助 110年度已经开始受理申请 位在寿丰乡的TJ农场主人 在107年即申请蓄水设施补助 搭配智能科技的使用 让水资源管理得到了更好的节水措施 有没有就是在灌溉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有 就像鸡疗一样很大的帮助 我都不需要很紧张 要喷水 不喷水 我住在客厅看这些水都可以喷水 然后有最好的喷水时间是一大早 我也不要四五点我就跑起来 所以效果很好 在农场后方以往是种植约两分地的酪梨园 完全是以有机种植方式 而平凡无奇的灌溉管线 在农场主人以手机APP远端控制之下即可进行喷关 我这边可以设定每天早上交或是每天晚上交或是一天交十遍 随便我什么设定都可以 所以在APP上面都可以设定 不会 比方说我今天要设定今天早上开水 可是今天早上下雨 它会关掉 它自己会关掉 所以它是很聪明的东西 还有这个 注意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它主动通知你 对 有人开水了 然后几点钟开多久 它会通知你 所以有这个AD都会收到 所以我如果我先生有 我儿子有 然后忽然间有人开水 我是这种天气开什么水 我就会跟他们讲不要开水 可是我都知道 他们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 由于农场主人长期旅居美国 并且拥有科技背景 在运用网路购买的低价远端控管设备 超乎了农友 对于高科技种植的投资成本概念 然后那时候我还担心说 因为这个陷入的关系 台湾的可能不符合 所以我才买了美国的 后来我们有测试过 都可以 就不要买到 只要这台买好 其他都没有 所以这样整套大概花了多少 大概10万 10万 就包含 这台机器没有算 大概10万 是1万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长张奇 表示 神水管路灌溉设备已经推广10年 在旱季降雨量不高的气候中 节水设施的推广更显重要 那这个案子是我们107年 推广管路灌溉的一个案子 那我们在这个有机农场里面 我们也透过我们农委会的一个专款 补助的在地农民 他的管路设施 还有调序设施 蓄水槽等等之类 他总金额大概有7万元左右 那在这个管路设施建构完成以后 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农民 他采取这个智慧灌溉的一个模式 他也建构了一个所谓的智慧灌溉的一个系统 那也能够符合达到我们一个省水的目的跟功能 农水署灌溉调控设施补助 从动力设备 调序设施 调节控管设施 末端管路设施等等 都有相关的补助基准 由于年补助经费有限 申请细节 农田水利署官网都有相关的资讯 记者林杰 朔丰香采访报道